现年58岁的亚姐罗琳至今依然活跃在娱乐圈,不过更多的是在内地活跃,毕竟内地的市场大,酬劳待遇要比香港更好。 罗琳还奋斗在第一线,除了对演艺事业的喜爱之外,也在于家有三子要抚养。 尽管已经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出了社会工作,然而还有一个小儿子才18岁,未来至少还有四年需要他公书教学,那是一课都不能怠慢。 这一过程虽然辛苦,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,尤其是每一次出席儿子的毕业典礼,他都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触,如今小儿子高中毕业了,他参加了儿子的毕业典礼,他再度感慨不已。 罗琳出席小儿子的毕业典礼,在当天,他专程买了一束向日葵,带着长子到小儿子的学校,见证着光荣的一刻。 而这一刻,他不是名人,不是艺人,而是一个普通的儿子,看着儿子穿上了毕业袍,他激动不已,母子俩当众相拥纪念。 罗琳全程记录了儿子毕业里的全过程,不只是在校园内与儿子合照,还随着儿子的同学们一同到户外进行合照留念。 罗琳终究是名人,所以儿子的同学们都认识他,并且要求与他合照,罗琳很大方地答应,与同学们在尖沙嘴的海旁合照,合照中他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,虽然要跪下拍照,但他毫不计较,就算是跪着他也注重仪态,不愧为亚姐。 除了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,他还为儿子准备了一个庆祝派对,派对应该是在家中举办。 他把房子简单布置了一番,背景以蓝色为主,现场放置了不同蓝色的气球,中间还有2024的字样。 小儿子穿着蓝色的毕业袍,抱着家中的宠物,在此合照,随后还有全家合照,罗琳,罗琳的长子都出镜了。 不过这张合照并不完美,因为少了次子,次子如今在美国生活。 事实上,罗琳非常珍惜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,也很注重家庭的仪式感,父母没有离世的时候,在所有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,比如儿子毕业,生日的时候,他都会安排全家合照,可惜父母已经离去,而如今次子又在美国结婚生活,所以全家相聚的画面并不多。 罗琳是一个很感性的母亲,尤其是看到儿子的成长,她都忍不住要感慨一番。 此次小儿子高中毕业,她在晒照之后,不忘留言,称儿子高中毕业了。 即将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,她祝福儿子健康快乐,勇敢面对未来的挑战。 罗琳表示,作为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,在这一刻,儿子毕业,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。 这是罗琳的肺腑之言,道出的是作为单亲母亲的最真挚的心声,抒发的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为抚养孩子的辛苦之情。 可能有人不理解,怎么罗琳会那么感触,孩子不是还有父亲? 难道父亲没有担责一起抚养孩子? 还别说,罗琳在离婚之后,真是一个人独自抚养了三个孩子。 罗琳是1991年的亚解出冠军,选美结束后,就加入了娱乐圈发展,一路过来顺风顺水。 1996年,嫁给了香港富商刘坤明,就退出了娱乐圈。 刘坤明在富豪圈内名气很大,罗琳嫁给他后,就专注做少奶奶。 在不少富豪活动,都能见到他的身影,不过好景不长。 2011年,罗琳与刘坤明就分居了。 2013年,两人正式离婚。 与富商离婚,按理来说,罗琳是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抚养费,但是事实上并没有。 而按照当初的离婚协议,三个儿子中长子与次子随父亲,小儿子随他。 结果三个儿子都一条心要与罗琳生活,最终罗琳就拿到了三个儿子的抚养权。 刘坤明只需要负责孩子的生活,学习费用。 结果刘坤明并没有履行相关的义务,不但没有给孩子的生活费,还起诉罗琳要分罗琳的财产,两人为此隔空对骂,闹得不可开交。 罗琳为了儿子,只能默默承受,开启了付出之路,这么多年来为孩子的生活,学费,一直努力工作,直到今天都没有停歇。 而富商前夫在婚后,就更是不闻不问,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,谈何容易? 何况罗琳还有父母要赡养,更重要的是,她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,学习环境,坚持让儿子读名校,开销更是庞大。 长子、次子从前都被送到国外念书,后来父母患病,罗琳还要负担医药费。 最紧张的时候,她一度将自己手上的房产卖掉,如今一家人还是租住房子居住。 好不容易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了,父母也先后离世了,罗琳的生活压力不再那么重了。 不过她还是不能松懈,毕竟小儿子才高中毕业,还有四年的大学,不排除还要读硕士。 好在的是,三个儿子都很争气,也算是令她倍感欣慰。 前亚姐冠军罗琳自从与富商老公离婚后就重返娱乐圈工作。 如今的她虽然影视作品的产量不高,但是商演活动却不断,曝光度可以说非常高。 近段时间正值毕业季,罗琳的小儿子也顺利高中毕业,作为母亲的罗琳也是为儿子感到高兴,并且亲自参加了其毕业典礼。 从事后罗琳分享的社交动态中看得出,当天她有细心打扮自己,化着精致的妆容,穿着黑色的连衣裙,长发散落在肩头。 虽然罗琳已经快60岁了,但是身材和皮肤状态都远胜同龄人,难怪有着美魔女的称号。 尤其是满脸的胶原蛋白,着实让人羡慕,四肢也是非常纤细,身形完全没有走样,与儿子站在一起,像极了姐弟。 当天的主角自然是罗琳的小儿子,小家伙穿着一身蓝色的毕业礼服,她的五官看起来与妈妈罗琳很相似,笑起来也是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。 曾有网友表示,罗琳的小儿子可以说是三个儿子里最帅气的那一位,有韩星的气质,若是将来有意进军演艺圈,一定有不错的发展前途。 不过,如今说这些上早,始终她才高中毕业,将来还要读大学,进修更高的学位。 罗琳并非独自一人参加小儿子的毕业礼,她与长子同行,由于二儿子身在国外,所以没有赶回来, 相信不管是两个兄弟还是作为母亲的罗琳都非常理解。 他们母子三人在毕业礼上也是开心拍了大合照,一家人的高颜值多少还是让人有些意外的, 尤其是久违现身的罗琳长子,高大又帅气,肤色也是十分白净。 罗琳作为公众人物,小儿子的同学都对其非常熟悉,所以全班同学在合照时,还专门邀请罗琳加入进来, 这让罗琳也是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。 结束了学校的毕业仪式后,罗琳回到家中,还专门为儿子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毕业派对, 整个的场景也是以蓝色为主,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 由此看来,罗琳也是一位非常注重仪式感的人,她希望将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。 虽然小儿子才刚刚高中毕业,但是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女友,而且之前她还专门带着女友见了家长, 罗琳对于小儿子的女友也是十分满意,言谈间也没有排斥儿子在这个年纪谈恋爱,绝对是个开明的母亲。 罗琳的三个儿子其实审美都差不多,因为他们的女友都是混血儿,这在罗琳看来, 与儿子们从小就入读国际学校有直接关系,不过,不管孩子们做出怎样的选择, 罗琳都会支持他们,因为儿子们的幸福最重要。 几个孩子也都非常听话,知道妈妈的不容易,原本罗琳与富豪老公离婚后, 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跟着爸爸生活的,但是两个儿子坚持要与妈妈在一起, 所以罗琳想都没想,就带着三个儿子净身出户,南方也没有支付罗琳的赡养费。 三个孩子更是罗琳一手拉扯大,并且供他们到国外念书。 如今,看到两个儿子都毕业了,并且有着不错的工作,加上小儿子也即将入读大学, 罗琳的心中大石想必也放了下来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